我這一次在這部新戲裡面扮演舞隊 是一個會彈鋼琴的青年 然後就因為出了車禍 然後就沒有辦法再去碰他最喜歡的鋼琴的音樂 媽媽對他有很多期望 可是因為後來他受傷以後 他就沒有辦法完成他媽媽的理想 所以他變成就是到一地來打拼 然後感覺就是看到他 他遇到了另外一個女生的主角 然後開啟了他認識的另外一個不同的生活 聽過一遍的曲子馬上就能彈出來 成岳的音樂天分我還從來沒見過 這就是我部門的創意指導董小路 這是自我介紹創意部董小路 成岳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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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喜歡你 就像你的眼光 永遠只注視著阿岳 我也是 從來沒注意過其他女孩子 所以看你默默愛著阿岳 我比誰都痛心 妈妈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你了 你要是要再让我送你出门一次的话 那你就把上海当你的家吧 承越从今天开始加入我们的业务部 恭喜你成为我多岁份子 以后我们就去潮池了 我喜欢董小路 和你在一起 不管开心也好 难过也好 可是没有你什么都不好了 关于董小路 已经没有必要再提他了 妈 我已经决定要跟小路在一起了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爸 你明明知道我跟阿月在保持距离 为什么还跟他下起哄呢 我已经对他很冷淡了 你刚刚明明就跟他有说有笑的 是你夺着阿月的才华 为什么你要重见 小路 世川 你只要一天不死心 我刚也就没有办法重新开始 如果你真的爱我 就应该要看我幸福 而不是让我们三个人都痛苦 而不是让我们三个人都痛苦 每一次呼吸的时候 要记得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爱你 我一定会珍惜你对我的心意 不会因为害怕 就是去和你相爱到底的决心 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我爱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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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 我觉得当我敢 其实我就是小孩子嘛 当我敢跟人家玩的时候 其实多少是因为 表示我可能对这个人比较熟 或者是我比较敢 所以我才会比较会 小孩子能不能说 所以在平常在跟我打闹的时候 我觉得对我们演戏的帮助 其实是很很重要的 因为相对就是他让我觉得说 他是一个可以跟我玩的女生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 我拍戏有时候会这样 比如说 可能我跟那个女生不熟 有时候我们拍戏的时候 我们也会很小心说 我会这样碰到他会干嘛 会会人家觉得我们很不礼貌 或者是好像不是很好 所以当他会可以 这么就是 可爱的时候 我自己都觉得说 那让我 帮助到我跟他演戏的时候 我也可以更 更 自然吧 就是我想要怎么样 我就敢怎么样 不会去担心你说 他会不会 不愉快还是什么